在非洲的沙漠上生活着一个原始部落 布希族 他们没见过所谓的文明 有时听到了一声 都还以为是上帝吃多了再打嗝 他们保持原始生活方式 很少会有纷争 然而一只飞机员随手丢弃的可乐瓶子 打破了他们原本平静的生活 那天 可乐瓶正好掉在头领阿基的面前 阿基对这个从天而降的可乐瓶感到疑惑 并带回了部落 族人从没见过 这种水一样透明 却坚毅无比的东西 认为是上帝送给他们的礼物 很快 族人发现这个神奇的瓶子 有着多种用途 可以用来拉蛇皮 可以吹出美妙的声音 还可以用来磨碎食物 他们每天用这个瓶子 来做许多有趣的事 于是 所有人都想站为己有 开始产生了争执 甚至大打出手 生气的阿基想把瓶子扔给上帝 不料却砸到自己孩子的头上 晚上 阿基召开族群会议 商讨如何处理这个瓶子 最后决定把这个罪魁祸首 还给上帝 于是 他开始了前往世界的尽头的旅程 在路上 阿基发现了一个会动的东西 其实是一辆破旧的吉普车 没有刹车装置 能在水中前行 还能无人驾驶 真是与众不同 在车上树的时候 阿基第一次遇见了三个怪人 两男一女 一度以为他们是神仙 他真诚地想把瓶子交给这些怪人 其中一人 却教他丢掉瓶子就好 智力受到侮辱的阿基 发觉他们不是上帝后 就愤怒地离开了 在路上 阿基饥饿难难 便杀了一只山羊 准备冲击 正准备享用的时候 牧羊的小孩喊来了警察 夺走了他的食物 还开枪打伤了他 随后阿基便被送到法院 迎接他的便是三个月的收押 所幸的是 之前遇到的那几个怪人 把他解救出来 而这时 反政府的恐怖分子 闯进村里 挟持了三个人中的那个女人 和他的支教学生 另外两个男人 想要救出人质 希望阿基能够给予帮助 阿基数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里 用麻醉剑 将当地恐怖分子 一个个地射晕过去 最后解救了所有人 阿基也告别了两个男人后 踏上了回家的路 影片讲述了文明社会 与原始部落的一次碰撞 流露出原始文明 朴实善良的美 尽管笑料不对 却让我们 从一个新的视角 审视社会